他也是一個很窮的人 他沒有這個科技水準 沒有這個技術的時候 他憑什麼可以做到這些 執照的效果出來 但是人們會繼續看他的 例如包括這張 剛才看過的飛翼龍那張恐龍照 有人可以在網上或資料上找到 這張照片很簡單 為什麼你會拍到這張飛翼龍呢 就是有一本書 那本書是講恐龍的 而他有一幅插圖畫在那裡 你蒙蒙地拍了就說是 是像的 的確是像這張照片的 是像這張照片的 好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些拆解事件 或者有這麼多這些所謂的抹黑事件 就源於有一張照片很重要 這張照片就是 有人在Billy Maya裡面的照片裡 找到的這張照片 大家先看看 要放大看這張照片 重要的 這是我們叫做波波船 因為這隻飛碟停在他家裡外面 很多波波的 好了 有個人就開始去找一些資料 他就說不是,這隻波波船 只是用水桶的蓋做出來 為什麼他這樣說 因為這水桶的蓋 有一塊膠凸出來 那塊膠比你容易一些 有一塊舌頭讓你揭開水桶 看來就像UFO的邊 看來就像UFO的邊 但是不幸地 我講不幸就是 有人在波波船裡 就找到那條舌頭 看到嗎 所以那些人就說 Billy Maya的照片 全部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就因為 你看看他的照片 他都是偽造出來 好了 要說什麼呢 其實Billy Maya如果那些資料是假的 中央情報局是不會派人去暗殺他 有些人說二十多次 有些人說三十多次 但是根據一些內部的紀錄說 就是CIA派人去暗殺Billy Maya 27次那麼多 即是在那三十多年裡面 這幾十年裡面 但他真的是一個 他憑什麼去避了一些 CIA 這件事有得說的 他不是避他 而且他自己說 就是很多時候 他覺得是外星人幫了他 例如很簡單 突然有一天 他在農莊逛逛 突然他覺得 為何他的腰那麼痛 他扭一扭 他扭一扭 腰那一刻 有顆子彈在這裡過 他很多時候會有些意外 是他… 解釋就是意外地 讓他這麼幸運 避過了一些意外 即是他們給他訊息 有個反應 原來就是同一件 他不是給他訊息 可能他就… 總之又有些事情 對… 撕一撕你的腰 或者令你的腰痛 你扭一扭 那一刻就被一顆子彈 對你 在Billy的角度去看 他就覺得 這個是外星人 是給予一些方法 去令他避開這些暗殺 這個是經過他們內部的人證實了 而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 為何這些相片 會有這些假相片出現 又解釋不到 其實原來我們要理解 因為Billy拍了很多很多相片 拍了很多很多的影片 待會給大家看 而那些相片 因為有些相片實在太厲害 其實他的相片是公開給人看的 如果你們有機會 乘飛機去瑞士 你找到他的屋 其實可以進去看他的照片 甚至可以在他家裡住一兩天 當然你未必會見到Billy 因為他現在已經躲起來 或是隱世了 但他未必一定會現身給你看 但有機會有機緣巧合 你可能會跟他見到個面 始終他的英文也不太好 他懂得說幾句 而問題就是 因為有太多人去 其實有些人 可以這樣說 他們相信是中央情報局 找一些人拍一些假的東西 做好一些證據 然後走到他那裡 就把相片放進去 因為每年都有人去找他 而他不知道是誰 他很多時候不知道 誰打誰 總之有個客人來 招呼 他的親戚就招呼他在那裡住 看看相片 但可能有些人把假的東西 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你看到他 開始把這些東西公開了 因為他有百多張 他就說 你公開了這張相片 是假的 因為我們有證據 這就是那個桶的蓋 有一塊膩在那裡 那張相片也有 所以為何他會拍張相片 故意拍到那條膩 目的就是 讓你一個位置 讓其他人去踢爆 所以這個就是Billy Meyer 他有一個比較不小心的位置 被人進入了這些位置 其實挺慘的 同一個做法 有很多朋友都說 在網上你看到 所謂的UFO拍到的片段 我不說哪些是真和假 大家用個清晰的路口去想一想 很多朋友都說 當中那一百條的片段裡面 絕對有機會是九十條 都是外面真的 做出來 但當中可能有機會是十條裡面 是有機會是一些秘密的機構 或者那些幕後政府 將這些偽造的片放下去 然後自己再踢爆自己 就正如我告訴你 這件事是假的之後 其餘的這些所有 都是假的 沒錯 這些所有都是有點流浪 這是一個手段 你看到一件事是假的 你就覺得整件事都是假的 因為人家最容易接受 這件事 但我發覺 可能這件事是假的 其他的是真的 卓飛我想問問你 很多這些剛剛你會給我們看的片 阿Bob都分享我的片 是在很公開的網站看到的 沒錯 如果政府真的害怕 或者真的有些東西想控制他 他跟我們一樣都可以搜尋 為什麼他不把片放下來 最主要一個原因就是 你要知道 如果他把所有片放下來 就很明顯地告訴你 有事了 不可以公開 他有時會用 美國政府很流行用一個手段 或者其實不是美國政府 很多政府都會是 他們會用一個手段 就是我給你公開 但是我要將你這個人 將你這個人的背景 或者將你這個人 形容得好像一個傻佬 沒錯 你有東西給別人看 有什麼所謂 因為那個人 大家認定了他是傻 不可以相信 他的資料也不做錯 他寧願你放出來 不要緊 但同時他抹黑了你這個人 剛才Bob說的片段 讓大家看看片段 這些就是 Billy用8米尼攝影機拍到的畫面 看看這個 這個好像有閃燈 我記得 突然消失這個 他有剪接過 他中間拍了很多條 他拍了很多條8米尼 每條8米尼都是三分多鐘 因為菲林所限 三分多鐘一條 然後他展示紋 其實上網大家找 Billy Meijer UFO 其實找到一個多小時的片段 其中有一條很經典的 就是拍到這個UFO隔壁 即是一棵樹 有的 那棵樹 借住了半隻UFO 現在卓飛都可以搜尋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其中一條三隻的飛碟 你真是 記住 這是video 是video 你記住 是用8米來拍出來的 三十多年前 是的 沒錯 其實真的上網找到 好了 到現在大家都可能仍然覺得是一半真 一半假 究竟Billy Meijer 是真還是假 我要講一個個案 這個是我朋友的經驟 我這個朋友 他是老闆 他有一次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有一次就去了瑞士 因為他很有興趣UFO的東西 他去了瑞士 真的去到一個Billy Meijer 那個所謂的中心裡面 在那裡住了一兩天 他住完那兩天之後 他給他有一次很幸運 他在那裡住的時候 有一個早上 突然在廚房那裡走 看看東西 吃東西的時候 突然間 旁邊站了一個人在那裡 他站著看看那個人是誰 原來就是Billy Meijer Billy Meijer就站在他身邊 然後跟他聊了幾句 就說 你在哪裡來的 你在美國來的 你是做什麼的 聊了幾句 Billy就說 不好意思 我的英文不太好 他就走了 其實整個時間都是這樣 他去看東西 聊天 然後就沒有了 回到美國 他回到美國之後 有一天 他在麵包工場工作的時候 寫字樓那裡突然間有個電話打給他 他拿起電話聽 有一個人 有一個男人 就用一個很急速的語氣 只是說了一句 They are going to search you soon 接著就收了電話 他不明白什麼 他以為 傻佬一個 沒有理會那件事 然後在這件事發生之後 收了這個電話 第二天 他那間錄影帶公司 賣租錄影帶公司 是何昌實彈 FBI 何昌實彈 衝進去 去判斷他們 捉了他們的職員 然後捉了這個人 然後捉了他 就說 你這間公司裡 有一餅 有賣一些 叫做色情和暴力的錄影帶 在美國是犯法的 是 那就要告他 而他又被他找了一餅 他就帶出來 但他自己記得有什麼事 他發誓 他從來都不會賣這一餅帶 即沒有入貨 沒有入過這些貨 沒有入過這些貨 他當時都不知道什麼事 他正常經過一個法律途徑 而律師也跟他說 你最好就馬上把這個錄影帶公司 結束了他 因為美國政府是會找人去嘗試 抓你的痛腳繼續去 教你 而當時發生了這件事 第二天有一個客人打電話去 即是他不認識的人 他說 我要買你的錄影帶 而且是一個很大的客人 要買很大量的數量 如果給一個普通人 我當然要先做這件生意 對吧 因為可能要拿些錢來打官司 但他就因為覺得 他說不行 因為有這樣的原因 他答應要結束這單公司 他立刻結束了 他說推了這件生意 而他後來就開始想 就發覺 跟其他的學者聊天 原來這個打來電話 這個可能是由美國政府去調查他的 即是說 你已經犯了犯了 現在我再打電話來 就去賣錄影帶 如果你都賣的話 即是仍然有個證據 可以繼續入你罪 因為這樣的原因 其實可能大家都猜到 美國政府可能調查了 發覺 他只是一個去參觀的人 他沒有什麼重要資料 所以因為這樣的原因 那件官司就不理了之 他也結束了這間生意 結束了這間生意 然後回來香港 就不再在美國那裡 剛才那些影片 大家真的… 還有照片 真的可以上網 或者在不同的途徑 真的可以找到 即是… 今次的資料 我覺得… 很精彩,大哥 多謝… 這一個真是… 美女 這一個真是… 這一個真是… 不錯… 每次都說得到的 真的得到的 其實這些東西 我想我這兩集 我都會負責去問你一些 嘗試質疑的問題 那信不信由你 沒錯 但是… 這麼多資料在這裡 當娛樂一下也很有趣 沒錯 下次我們再聊天吧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